世界第一大岛屿 格林兰岛有何特殊之处 引得美国购买 在加拿大东北方向 有一座漂浮在海面上的岛屿 它总面积达到216万平方千米 是世界第一大岛 它就是属于丹麦管辖的格林兰岛 然而曾经的美国总统特朗却表示 希望美国可以买下这座大岛 那么 特朗普为什么这么说 它又有何特殊之处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自古以来 土地就是国家的根 不管是农业生产 工业生产 都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 这也是为了大航海开始之后 欧美国家通过殖民手段 进行土地上的扩张 不过在和平年代 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了 因此 很多小国想要通过购买方式 获得其他国家的土地 但是 土地涉及到疆域和国家主权安全 一般国家都不愿意出售 很多国家还会担心 其他国家只是通过这种方式 达成扩张的目的 比如二十世纪 沙俄 英法 就通过购买侵略了清政府的大量土地 但是购买只是一个幌子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 为了侵占中国领土 比如葡萄牙购买澳门土地使用权 1577年时 他们就每年花费白银500银 租借澳门成为贸易地 在和平年代 日本也曾经想要购买俄罗斯的一些土地 但是俄罗斯不愿意 毕竟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愿意损失自己的领土 最终日本的想法只能落空 他们只能去其他地方购买土地 购买他国土地并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 但是2019年 特朗普提出购买格陵兰岛 依然在国际上引起了一些争议 毕竟美国的国土面积也不算小 日本国土面积小 想要在外购买土地很正常 美国又是为了什么呢 而且格陵兰岛在整个地球的地图上处于比较偏僻的地方 它的大部分面积还在北极圈内 无人机从上面往下看 基本上就是白茫茫一片 它有216万平方千米 但是这么大的面积却难以使用 没有人可以在上面进行农业操作 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冰坨坨 但是 它的农业资源虽然少 但是渔业资源却很丰富 它靠近北冰羊 羊流可以给它带来许多新鲜的鱼类 同时 它的石油 天然气 煤炭储存量也很大 岛上的稀土氧化物就有仅4000万吨 哪怕不直接开发它 用它联系北冰羊也是价值不菲 根据估计 北冰羊海面下的石油也是一个巨额的数字 虽然其石油资源还没有被精确勘探 但是无疑这是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 不管是哪个国家 丰富的石油资源都是巨大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个绝无仅有的优势 这才导致美国想要购买它 那么 它还有什么优势呢 2019年 特朗普遇购买格林兰岛 甚至开设领事馆 达到一石二鸟 格林兰岛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 就是它的地理资源地位 它的最北端 十分接近北极点 左边靠近加拿大 右边遥望俄罗斯 美国如果拿下它 完全可以把它当跳板 在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对抗中取得优势 美俄两国的关系 一直都很紧张 在20世纪冷战时期 这两个国家还互相威胁 要扔对方核武器 苏联当时已经把武器运到了古巴 局势可以说是一触即放 现在已经是个和平的年代 但是防御俄罗斯依然是美国的战略 格林兰岛夹在北美和俄罗斯的中间 具有称为袭击俄罗斯的前哨港地位 在冷战时期 苏联的战略轰炸机都会从北冰洋通过 其中就会经过格林兰岛 甚至是苏联核潜艇都会从这里经过 同时可以还能监控来自北极的导弹 随着中俄两国的战略武器加速发展 美国越来越紧张 对于购买格林兰岛越来越急切了 甚至在更远之前 它就成为了美国的战略要点 1860年 美国总统约翰逊就提出过买下这个岛的想法 七年之后 美国就有一份报道指出 格林兰岛拥有丰富的资源 地理资源更是十分重要 是美国一个绝佳的战略要点 1940年 美国还在这里设立了领事馆 不过十几年之后就因故关闭了 1943年 为了防范苏联 美国在这里建立了军事基地 1946年 杜鲁门提出了购买格林兰岛 甚至开价1亿美元 不过这个主意被拒绝了 但是 美国一直没有放弃格林兰岛 杜鲁门愿意开出1亿美元的高价 足以证明 格林兰岛在美国心中远远高于这个价值 毕竟在2018年 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达到了27亿美元 虽然一直没有购买成功 但是美国却是坚持不懈 在20世纪50年代 他们就在它附近部署了空中基地 还建立了两条3000米长的机场跑道 对于美国来讲 格林兰岛是战略缓冲地 它能够成为北美的保护屏障 不管是出于预防俄罗斯 还是构建北极导弹攻防体系 美国都必须拿下格林兰岛 如今世界局势风云变换 美国在全球建立霸权的劣势也慢慢凸显 新世界必须寻找新的突破方法 这也是特朗普为何提到购买格林兰岛 不过 在特朗普想要去丹麦商议北极事务时 丹麦首相却表示这是无稽之谈 之后 特朗普推迟了访问 并表示对方没有兴趣谈论这件事 不过 美国依然死鸭子嘴硬 声称2020年 他们会在格林兰岛首府建领市馆 加强关于北极地区政治经济的建设 那么 美国能够顺利购买格林兰岛吗 格林兰岛价值27亿 中美俄牵涉其中 它的地理资源有多重要 格林兰岛最开始只是一块无主之地 1261年 它被挪威侵占成为殖民地 不过到了14世纪 丹麦 挪威 瑞典关系更紧密了 它就变成丹麦管辖了 但是 北欧诸国为了争夺海洋霸权 始终在进行争斗 格林兰岛也始终处在流离失所中 直到20世纪 它就被海牙国际法庭判给了丹麦 这时它优质的地理位置 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在二战时期 美国就和德国在争夺这个大岛 美国最终继生一筹 赢得了格林兰岛 不过在战后 美国为了打造自己的大国形象 扩大在欧洲的话语权 它就把它归还给丹麦了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现在的格林兰岛 还有着丹麦的影响 但是 它已经走向了去丹麦的自治化道路 其内政 司法都是由自己管辖的 只有外交 国防 财务 是丹麦管辖的 丹麦每年还会给它补贴 35亿人民币左右的钱 2009年 丹麦语就已经不是它的官方华 官方用语变成了格林兰语 美国想要购买格林兰岛 就不能只询问其宗主国丹麦的意见 格林兰岛本身的意见 才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本地居民来说 他们可能并不愿意 转交给美国治理 除此之外 俄国很可能并不会给美国购买的机会 早在沙俄时期 美国就获得了阿拉斯加 顺利成为北极国家 这也是美国为什么有资格 在插手北极事务的原因 但是美国这种做法 也让它和继承苏联的俄罗斯 结下了梁子 如果美国想要继续在北极提升话语权 俄罗斯并不会同意 近些年来 俄罗斯已经将北极地区 作为战略能源基地 它还加大了在北极群岛的军事建设和部署 美国想要购买格林兰岛 就是想要参与北极事务 它最大的对手可能是俄罗斯 随着全球气温变暖 格林兰岛的部分冰川可能会融化 这会导致北冰洋的导航出现改变 北方航道引起关注 虽然在大部分人的心中 北极和南极是难以航行的 但是随着气温上升 格林兰岛附近有可能在夏季无兵化 传统的航道是通过太平洋 大西洋 但是它都太远了 尤其是亚洲到美洲 贸易往来特别困难 可是一旦北方航道出现 连同欧洲 北美 亚洲 就会有一条新的 更短的航道 美国如果能成功购买格林兰岛 它将在航道上拥有优先权 但是格林兰岛越重要 美国越是无法称心如意 目前的世界局势复杂 北极的战略资源 不仅被美国和俄罗斯看重 日本和韩国甚至也在其中插手 例如2012年 韩国总统地访问了格林兰岛 可以说 各国都对它有不少兴趣 在国际舞台上竞相角逐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也有自己的策略 不想一些大国蛮横霸道 我国始终秉持着尊重平等的态度 想要和格林兰岛实现共赢 为此 我国启动了冰上丝绸之路 这是一带一路在北极的延伸 它包括了航道开发 资源开发 贸易和文化往来等多方面内容 2012年 格林兰岛某资源部部长 就在天津参加了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 大国在北极的博弈越来越激烈 格林兰岛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但是蛮横的方式并不适合这个时代 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